那一年相遇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要怎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亲爱的导师好 全球的超毛家人 大家好 我叫秀锦 我在去年的四月份 就是到马来西亚去旅游 然后就碰到了一位师姐 她跟我介绍说 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多好多好 然后我们这个师姐张立荣 她也很热心 我回到台湾之后 她就把这本书寄到我家给我 然后那时候 讲真的那时候 因为我工作也很忙 所以也没有说很认真的要去看这本书 但是我们的那位师姐她就很热心 一直打电话跟我讲说 秀锦你有没有看那个书 我说 好啦我就拿起来看 那很奇怪的是 当我拿起那本书的时候 每次看 不管是晚上早上下午 我都是打开那本书来要看的时候 就是看不到两行三行 我就睡着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问那位师姐她跟我讲说 你赶快去台中教室充电 或者是到你们就近的那个读书会去充电 然后我就 就来到我们台中教室 来了两三次之后 这个读书会 然后后来我就问了那个陈测学长 他就跟我分享说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只有你 那是因为负能量不让你看的样子 他就是大约有讲一下这样子 那我心里想说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我回家之后呢 我就隔天就拿起超级圣病密码这本书 很恭敬的跟太阳圣的老师说 老师我很想看这本书 请你帮助我 然后呢我也请我的冤亲带助 那时候我们在佛教的时候 我们都讲冤亲带助 然后就说冤亲我的冤亲带助 我请你们 我们大家共同来看这本书一起来修行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们 真的很神奇的是 当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跟负能量沟通了之后呢 我这本书拿起来看 我就不会打瞌睡 就很喜欢看 就一直看一直看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老师的那个 音乐想念在六月十五十六 那样子 我两天都参加了 我那个师姐说你一定要参加 这个门票虽然五六千块 但是值得去参加 那他跟我讲不到级 就马上就买了 跟他买的票就去参加 然后在这两天呢 我就觉得说也学习到很多 老师真的很棒 那时候我在我们另外那个系统呢 就是好像我们就比较往外求 但是我觉得老师这个系统是我们自己往内求 然后跟自己的负能量沟通 跟他们忏悔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 6月16号完了之后呢 接着老师又有6月19号 然后在台中桥远有一个共修课 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懂 反正我就知道老师有课在那里 我就马上也就去参加了 那那天晚上呢 就参加老师的共修课完之后呢 老师就有带心法 老师就说 现在全球固满了那个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固满了金光点 那我那时候我其实我也没有 根本就不是很懂 那那时候我的念头 我的心念就想说 我就有一个念头 我就想说 老师要遍布全球 那这本书以后我如果可以请我的小孩子 我女儿把他翻译成西班牙语 然后呢 以后把他附存到南美洲去 那不是也很好吗 我心里是这样子想而已 我不知道就说 这就是我的真心 然后呢 就接受到天地的祝福 很神奇的是 6月20号 那天下午大概4点多 我在我们家的那个厨房 厨房的餐桌上 我把它当做办公室 办公室在那边打电脑打资料 哎 很奇怪的是 那个彩虹啊 就从那个桌上 刚开始是一小段 那我就很希望 奇怪怎么会在我们家的桌上 看到彩虹 而且是很明显很漂亮 我就很开心的打电话给 昨天晚上在桥远碰到的一位学 那个学姐 然后我就很开心打电话给她 我说 欸学姐我告诉你 我家 那个桌上有看到彩虹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啊 学姐你好棒 你接受到天地的祝福 我说真的 我都不懂 她说 快点 快点 你赶快把它拍下来 那我就很兴奋的要拍 结果彩虹不见了 那 那时候我就说 彩虹不见了 可是一下子又隐隐约约那个彩虹 又出现 然后而且她出现是整个桌面是长的 连那个桌边都是彩虹 而且那个时间是非常的久 我真的就超级的开心 我就 那时候 不晓得 我就那时候就一股很兴奋的那个心情 我就一直感恩 我就一直感恩说 感恩天地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所有的一切 感恩感恩我的爸爸妈妈 我就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的 那就很开心 而且 我那时候有点怀疑 所以奇怪 那个彩虹怎么会在我家厨房这么久 然后我就跑到外面去看看 外面有没有彩虹 没有 外面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那个太阳 然后我又到我家的客厅去看 也没有看到 就真的就是只有在我坐的位置 看到彩虹 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那一到我都有给她录下 我有分享出去 然后呢 再隔没几天 我就在很认真的看这本超级生命秘养的书 竟然在我的书上也出现彩虹 在我家就是一直出现那个彩虹给我看 有一次我在脱离 也是看到彩虹 之后几乎天天我都可以看到那个一小段一小段的彩虹 不一样的彩虹 我那时候我就是那个心情就很兴奋 而且我第一次当我的师姐叫我说来台中充电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看到老师这张法像 我就好像有一个一股力量吸引着我 然后我就很奇妙的我就看到一朵白色的云花 所以之后我就很喜欢来台中教室就是 每次来我坐下来我就看老师的法像 然后那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股力量说 老师我好像跟老师有千灵之夜那种感觉 就觉得说老师我这一辈子一定要跟着你这样子 就很奇妙那种感觉就是说不上来 然后在这中间我最大的让我感受到我觉得说 因为我看了老师的书之后 我有做步骤一二三实修实练听地指规 然后这是我最大的改变 那我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我跟我女儿的关系 那我女儿其实我们原本的关系 就好像是相敬如宾这样子 我女儿其实很乖巧她也很优秀 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小孩 但是她就是跟我没话聊 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 那在我做很认真的在做心法经过三个多月之后 有一天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她很孝顺她也很孝顺我妈妈 我妈妈在三年前被车子撞了 她都固定礼拜四二回去看阿嬷了 很孝顺的一个孙女 然后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 妈妈我们跟阿嬷去清水观音庙拜拜 说好啊我就很开心 就一起跟她去拜拜 然后她就去买了那个爱玉 因为阿嬷喜欢吃爱玉 她就买了四杯 有爱玉一杯而已 就是给奶奶的 那其他我跟外老是爱玉加粉圆 然后我女儿的时候跟我讲说 妈妈我告诉你喔 不可以让阿嬷吃粉圆 怕她噎到 阿嬷会给一点 我就说好好好 然后我心里想说 我第一口都先喂妈妈 我就摇了那个爱玉喂妈妈 我女儿就很生气 她就说 妈妈你为什么每次都讲不听呢 我就跟你讲说 不要给奶奶吃那个我们吃的粉圆 我说没有 我只是给她吃爱玉而已 可是她就很生气 她就是会 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 她就会跟我发脾气 就很奇怪 然后在路上她忽然间又不知道讲什么 她就跟我讲说 妈妈你知道吗 我很生气你知道吗 我很讨厌你知道吗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 在我14岁的时候 你知道你伤害我有多深 我说啊什么事我都忘记了 她说 她就跟我讲说 那时候你跟我讲说 我早知道就不要生下你了 生下你就应该把你掐死 我说哎呦天哪 妈妈以前怎么这么没有智慧 年轻的时候怎么脾气那么不好 真的很不好意思 妈妈是为了什么事情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我就请求她原谅 我说妹妹那你原谅妈妈好不好 妈妈以前年轻都懂事啊 脾气不好 然后讲了那个话真的不好听 伤害到你那请你原谅我好吗 她跟我讲说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原谅你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那时候我心里真的是蛮难过 但是我相信我们老师的法 我们老师这个法 真的就是每天我每天就对了我女儿 忏悔一直跟她忏悔 而且我心里想说奇怪 为什么只有 一句小小的一句这么轻的话 就可以伤害到她十几年的心里 我在想应该过去世 我也跟她结像好的音乐 所以我在唱我女儿之后 我就唱我说妹妹 妈妈今生你过去世 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妈妈跟你做我最真诚的唱会 请宝贝女儿你原谅我 我每次在新华就叫她宝贝女儿 那平常我是没有这样叫她 那后来有一天呢 她就去骑脚踏车回来 然后按门银 我就说要不要口拿起来 我就说谁啊 她说是我 是你的宝贝女儿 而且她很撒娇的这样跟我讲 我当下真的是很开心 我说欸 她怎么说是我的宝贝女儿 你本来就是我的宝贝女儿 那我在参委的时候 我真的都叫她宝贝女儿 要不然她原本都觉得说 我只有疼哥哥没有疼她 就很奇怪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其实我对两个小孩子 从小我对他们教育 其实都是爱的教育 我很少打他们 而且我也不知道说那时候 为了什么 然后给她骂得这么难 因为她跟哥哥比较之下 她就是比较那个叛逆期 青春的叛逆期 所以那时候可能我对她讲话 会比较严厉一点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讲的 那么难听的话伤害到她 所以我就一直很忏悔 其实到现在我还都每天跟她忏悔 因为那时候好了 就是那一段期间觉得 我们的关系有一点软化了 可是之后她又有一 就稍微有一点小事情 就会很大声的说跟我讲话 然后我就问了我们超马家人 然后那个超马家人就跟我讲说 秀姐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 我们不知道跟她解下多少的恩怨 哪有可能说这个恩怨 一下子就可以让你解掉呢 原来是这样 我说这是真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 像我们平常 我自己这样现在有在做心话 我这样回想起来 就像老师讲的 连我们的意愿 我们光想都不能想 有时候因为小小的 轻轻的一句话 就会伤到一个人 就像那个 那讲的说 后舌啊 这些都是很大的罪业 那也许过去是我们也杀了她 我们也自己也不晓得 所以呢 我就一直对她一直在忏悔 一直忏悔 过去生生世世 我不知道 因为妈妈的无知无明 然后伤害了你那么深 请你原谅我 我就是我也没有放弃说 本来有比较好 现在她又对我这样 我就去请教了那个我们的超马家人 就是比较资深的学姐 我就请教每人 每人就这么跟我解释 因为我也是觉得蛮有道理 所以呢 我现在还是每天真心的跟她 这样忏悔 她现在就越来越好 她现在就自动 主动会跟我聊天 会跟我讲一下她公私的事情 以前她真的是都不会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导师的教导 很感恩导师 感恩她很深的导师给我们这么好的系统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 我让我感受到很深的就是也因为我妈妈 因为我读了 接触了我们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之后呢 老师那本书里面写的贵人显现 那我妈妈在三年前被那个年轻人机车撞了之后呢 她就贪掉 她原本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之后呢 她就没有办法治理自己 然后都在外劳照顾她 那手脚什么也都不能灵活 也不能讲话什么的 那我是觉得说 可能也是因为贵人显现 那我的好朋友就介绍我一个保健品 让他使用 那我妈妈就一天一天的进步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太阳升的导师 感恩天地的眷顾 那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想说 如果妈妈能够 在6月6号的能够走路的话 我会带她去 那个我们的音乐饗宴 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像现在我妈妈这样子进步 有这样子的进步 我已经觉得说很开心的 就是我们给她扶着她 可以自己那个脚 可以一步一步让她出去 所以我都一直跟我妈妈讲说 妈妈 妳要有信心 然后呢我也买了枕巾 蛋蛋机 都让她听 然后我就跟那个丽雅说 妳要每天就放这个歌啊 给阿嬷听 不管听哪一首歌都可以 那我们那个丽雅真的 我也很感恩她 把我妈妈照顾的很好 所以我妈妈她一直就是 每天在进步当中 那再来就是我 有接引到我台南的三妹 因为原本我在跟她讲的时候啊 她也是不相信 她其实她也是蛮固执的 以前我要接引她到佛教的时候 也是没有办法 可能是就像我们讲的负能量太深 你太重的话 也就没有办法接触到 那这一次呢 我也是用想尽的办法 我就买了票 两天的票 我就买了票送给她 当我书要送给她的时候 她就跟那个外劳讲说 不顾回来 妳就说 我忘记了 那时候我要出国 就是刚好我要去马来西亚 然后我就把那个套书 那个超级生命密码 千年之约还有英版 我都拿回去妈妈那里要寄给她 因为她要回来 然后我就跟丽雅说 丽雅这一个书 这一份东西 麻烦你交给三姑姑 她说好 当我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 她跟我讲说 姑姑不好意思 那个三姑姑说 跟你讲 我忘记了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 丽雅我知道 你不用跨在心上 姑姑知道那个三姑姑 她不愿意拿没有关系 然后呢 在八月中秋的时候 我三妹回来看我爸爸妈妈 然后我就在跟她讲 超级生命密码 也把那两张票送给她 然后她就也没有再听我讲话 就那天我真的也有点火烧功德灵 她就一直滑手机 然后我送了她那两张票的时候 我也忘记了 我有给她 她又跟我讲说 那不用啦 你自己你保管就好 等到那一天要去的时候 你再带过去就好了 结果我也忘了这件事情 但是之后呢 经过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有超马家人 赞上去说 她做仲介 然后因为接受到超马 然后业绩就上来 我就把这个影片赞给她 这个这个讯息赞给她 我三妹就跟我讲说 你把那两张票寄给我 她又写的 写说 那两张票寄给我 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就说 老三我问你 你真的要去参加老师的音乐会跟身心领课吗 她说好啊 然后我就说 我寄给你是没问题 我连饭店我都帮你订好了 但是呢 我有一个要求 这是说 你要去读书会 去台南最近的读书会 这样子 她跟我讲说 好好好 结果她也敷衍了事 都跟我讲说她没空 那直到11月3号 我们有一个大型的分享会在台南 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就说明天台南 那个分享会很棒 你一定要去听 你如果要去听呢 我就到台南去陪你这样子 她说不用 你台中那么也不用跑下来 在我们这边很近 我自己过去就好 那我三位她真的就去参加这场分享会 对她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深 之后她自己就去追 那个台南的那个读书会 她说她每个礼拜都会去上读书会 然后当她第一次到我们的读书会 对啊 然后晚上又接着跟老师的网路共修 隔天她就打电话给我 隔天晚上她打给我 我刚好从我们台中回家 她就一直滔滔不解跟我讲 她说二姐我告诉你 我去那个读书会很奇怪 都一直在睡觉 然后老师在讲课我也在睡觉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隔天去 去那个带客人啊 看房子啊我就成交一间房子 我说哇塞 你怎么那么幸运啊 你是天地的心虫了 我就这么跟她讲 然后我跟她讲说 你去睡觉都没关系 你每天都去那边睡觉 我以为像台中一样嘛 每天都有 他们台南是一个礼拜台一次 我说因为你的身心里太疲惫了 所以你必须要去那边修复你的身心里 这样子 我就跟她讲说 你只要有读书会 你一定要去参加 她说他们一个礼拜只有一天 我说没关系 你就到附近另外这样子 再去参加都可以 然后呢 就是在我三妹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就是 然后在后来她把那一张 那本超级生命密码 看到第16章的时候 她晚上又闷见一个大太阳 她说看到很多金光点 隔天去带客人看房子 她又成交了一间 所以她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后来她又跟我分享 她说她的孙子晚上骂骂号 她的小孩 媳妇都喜欢把小孩子带出去 孩子很小嘛 出去就会比较不好 回来呢 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她竟然跟我讲说 我用心法 我做了心法 我的孙子现在不管两个大人多晚带她回来 她一放下去就睡觉 我说哇你太棒了 所以真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只要我们如法实修 每天步骤一二三 我妹妹也是 每天步骤一二三 如法实修 我听老师讲的 秒秒感恩 秒秒继续验识 我们的人生地图一定会改变 像老师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所写的十几项功课 就是十几项 我们人生想要圆满的事情 都一定会让我们达成 谢谢 在此感恩大家 谢谢感恩 谢谢 感谢观看